Hello,大家好,这里是琼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影,我是琼哥 一个赞助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人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人死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吗 今天我们要说的电影叫《我会留下来》 男主是一名医生,但他务实且多疑 和很多人不同,并不相信人死后生命不会结束 他觉得人死后就成归成,土归土 就连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 陪妻子去看电影 营业内的众人都笑得前仰后方 他却一点都不觉得好笑 甚至看完电影后大声的批评 电影中的不切实际 他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好友曾经劝告男主说话可以委婉一点 不要天天对病人说什么死亡啊 事件啊,生物分解类等 人家都是来看病的 你一直说什么死不死 虽然人确实会死 但我相信没有一个看病的人 会喜欢听到这些词汇 所以男主这些年被投赛的次数可不算少 今天吃饭的时候 女儿希望爸爸能够帮自己的领导看病 领导的肠胃有点不舒服 在男主知道女儿竟然爱上了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领导 并没有给他好脸色 海浪从没有做过卫健的护士用力插进去 这一方折腾下来 女儿的领导半条命都差点没了 但男主还是想不通 自己女儿青春活力 怎么就会爱上这样的男人 所以深夜的时候特地去找他 最后他们在保龄球馆遇到了 两个人坐下来谈话 没想到旁边有个酗酒的男人准备打保龄球 但是没有抓住砸到的男主 等男主再度醒来 出现在一片荒漠中 这个荒漠中还有其他五个人 他们穿着同样的外衣 男主见到这些人急忙询问这是哪 我是不是死了 光头叔对他说 你没有死 但你要死了 因为你现在处于昏迷中 等于说男主现在在死亡和非死亡之间 接着他就跟着这几个人 在荒漠中漫无目的地行走走 他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更不知道何时是个头 在男主多次询问光头叔的时候 他都烦了 但最后说一句 你牵我一颗牙 我不太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沿途还有阴水机让他们喝水 这世界将如此的怪异 最后他们来到了峡谷中的房子座 六个人六个房间 原本光头叔让众人介绍了这个名字 可轮到男主的时候 他却不想 他直接去屋子里面休息 其他人则留下来回忆 最美好的事情和最糟糕的事情 当然男主肯定也不知道 这些妻女都很难过 妻子虽然平时不怎么说 但她很爱男主 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方寸大乱 女儿也很难过 但她的耳根很轻 被一个帅气的男人接近 虽然翻译得很糟糕 但大概知道这个人是 器官一直捐献 或者活化一类的 反正她有手图 再加上帅气 一般的女性家人 都很难招架得住 不过妻子为了唤醒男主 竟然去参加了一些神教 反正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六人中 长发姐和短发哥 两个人越走越近 长发姐说自己并不幸福 她和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生活 短发哥 只有老婆和女儿 她的家庭幸福美满 但因为昏迷来到这里 所以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回去 没多久 他们这边又来了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女儿的领导 这位领导一脸懵逼 但她还是认识男主的 领导表示 她原本在开车 但车轮爆胎了 等她出去查看的时候 被人给打倒 然后这些人 拿走了她的东西 最后将她丢到了森林里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来到这里 领导很担心 没有人找到她的身体 那时候大概率会凉凉 在接下来的相处过程中 关头树 让大家说出 自己想要留在轮世间的三个原因 比如短发妹 她说 我很幸运 这一生都充满了爱 她喜欢一名音乐家 但她有家庭 可这不是问题 最后她被幼儿园录用了 就在她的家对面 每个月 她会来这里两三次 短发妹 现在最在意的 就是这个人了 要说三个 她应该只有一个 至于领导这边 虽然她有很多 但好像并没有什么 绝对要回到人世的理由 夜里关头树的队长 就一想起 有人对她说 明天你这里将会有一个人消失 到时候 你要带领的人数 就少了一个 我不知道是谁 直到第二天 短发哥没有出现 我才知道 她是第一个消失的人 为什么消失 我不清楚 但长发姐很难过 关头树看到大家这样 过来几声 我最早的时候 就和你们说过 霍米只有两个出口 一醒来 二死去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 所以无法预测 什么时候会醒来 还是说会一直被困在这里 关头树在短发哥的房间门口 绑上了白色布条 就离开了 而这房子这边 有很多白色布条 难道这里曾经来过很多人吗 可走着走着 领导不想走了 他累了 他说我想放去了 难道是人间的身体扛不住了 关头树拿出了纸张 让他写一个声明 自愿留在此时的这个地方 他好像很生气 领导这么做 如果不是男主最后说 我女儿其实喜欢你 并不像其他女人一样 图你的钱 而是真心爱你 领导听完后 有了动力 我突然想到 最初关头树 让大家想想 自己有多想留在人间 一开始领导没有 也均心坚持不住 如果不是男主说 女儿真心爱你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但这是事实 才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其实每个人都有 只是这种欲望是否强烈 关头树曾经对男主说 我经常感觉 我的妻子用手抓我的耳朵 所以他也经常抓自己 很快 他们抵达了下一站 在这里 每个人都喝下了一杯水 喝下了这杯水后 每个人都有机会 和家人或者亲戚见面 这让那些 无法摆脱昏迷的人 有了和亲人告别的机会 但是 没有人可以看到他们 关头树警告中了 不要试图去抓住别人 更不要试图摆脱昏迷 因为那是浪费时间 短发妹说 这时候 我能收到信吗 很快 男主就回到了人世间 他看到了医生 给自己换药 更是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竟然和别人在约会 而这个男人 竟然已经结婚了 那还勾搭了自己的女儿 可是在这里 他没有办法触碰别人 虽然很生气 但也无能为力 只能说这个傻女儿 竟然喜欢上别人 那你的领导呢 更夸张的是 妻子带着这些神教的人 准备给自己释放 男主真的要气死了 然后他竟然醒来 一脚踹飞了眼前的人 如果说别人是自然醒来 男主大概率是被气得不得不醒 如果不是让他回来 看看这边的情况 大概率男主还会被困在那个世界 不过妻子和女儿 对男主嘴巴说的 什么老妇人 什么男人的各种故事 有点懵 他们不清楚 男主是不是 昏迷期间做了奇怪的梦 真的是懵吗 直到男主康复出院后 见到了第一个消失的短发哥 还见到了他的家人 短发哥不认识男主 但男主认识他 还问你记得安娜吗 短发哥并不记得 但男主却说出了 短发哥之前昏迷 以及他喜欢模拟飞机的爱好 但你说的安娜 却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麻烦 最后男主只能说 这只是一个恶猪剧 只是不知道为何 男主没认出一个人 牙齿就疼一点 这次他想到了女儿的领导 他现在估计还被丢在森林里 还好男主想起了这件事 不然领导真的要凉凉了 女儿很好奇 为什么父亲会知道 但男主怎么解释 难不成说 我和你领导差点就死了 但领导同样不记得 在那个世界的事情 再次回来的男主 已经看开了 既然准备撮合女儿和领导 因为那个帅气的男人已婚 还想勾搭这个女儿 这让他怎么能冷 反正在男主的撮合下 最后两个人又在一起了 但我想说 妹子你这喜新验旧 是不是有点快啊 看到一个帅气的就喜欢上 这可不怎么好 等一下会被说成这女 满娃女儿的事情 男主又想起了 短发没说过 他想把学的信 给那个喜欢的男人 男主帮他做了 最后才发觉这个歌手 根本不喜欢短发妹 而且他写给短发妹的信件 大概率也是他自己围造的 难道说短发妹也只是当恋 一直活在最的世界中 人家歌手 压根和你就没啥关系 更谈和爱与不爱 原本男主准备去找大妈的 还在路边 形容一个孩子的门牌号 但孩子不知道 原来大妈的家就在这里 但他错过了 不过 现在的他过得应该还不错 最后 男主来到了观头书的家里 妻子为了照顾他 不得不将房子卖掉 搬到这 还买了台仪器 男主只是交代了他的妻子 有空多抓抓他的耳朵 或许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男主嘴巴疼 去拔牙齿 也不知道是麻药的作用还是什么 男主再次回到了这个世界 见到了长发姐和短发妹 还有观头书 男主骗了长发姐说 短发哥还记得你 他爱你 当然也骗了短发妹 毕竟现在还在这里的人 大概率是回不去了 因为那辆车子是送他们离开的 离开后也就代表了死亡 但观头书却没有上车 因为他并没有死 但他或许也无法离开这里 所以一次次的带领者 昏迷的人去选择 临走前 他让男主绑上白色的袋子 男主绑在了树上 白色布条正常代表的是白色 但我不太懂电中是否是这个含义 也可能是送别的意思 在这个世界 经历的事情对男主的影响很大 以前他什么都不信 家庭也过得一般 但经历了这次的事情 他改变了不少 也收获了很多 在那个世界 如果能上述了求生的欲望 如最初的领导 那或许真的会死在森林里 而最初短发哥为什么最早离开 因为他在和长发姐的聊天中 说到了自己有妻子和可爱的女王 显然他很爱家人 迫切地想回去 想离开只有两条路 要么醒来 要么死去 如果昏迷是在这个世界 那人死后的世界又是如何 当然这部电可能还有更深刻的含义 但我的理解能力有限 也就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评读了 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说说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